今天咱们来到了洛杉矶安大略十个门的附近 这里是著名的地标性的商业购物中心 我们又一次见到了这种低持有成本的地标性商业中心旁 小户型的楼盘 大家好,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整个楼盘是完全封闭的社区 一共有四个户型 从最小的1360尺到最大的2200尺 从两房到五房不等 整个楼盘是有72栋房子 都是视频里看到的这种三层的户型 而它的持有成本地税只有超低的1.1% 目前刚开盘从50.7万到65万不等 这个就跟去年的楼王一样 两个楼盘之间就是几分钟的车程 视频里看到的 这个是一个小户型的三房的二楼的客厅 所以这个房子的结构 就是一楼有或者没有卧室 但是有车库 二楼是客厅 三楼是卧室 整个房子设计的中规中矩 低价位小户型 易于维护超低的持有成本 而周边有大量的商家和超多的公司环绕 更多的信息可以在我朋友圈里找到 或者单独问我 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 我是洛杉矶房产Chris Liu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咱们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